原文再造書接上一回 上次說到 紅城囚將對雲貴傭兵的方案 考慮在三極之細緻 臨臨種種長長細細 但凡是與今次進兵相關聯的所有大小事情 紅城囚幾乎都考慮到 最後匯集成奏書上奏給皇上 順致皇帝接到紅城囚的奏書之後 十分贊同紅城囚以修復當地少數民族的深圍本的政策 而對於紅城囚所提出的 關於進軍的時間、路線、步驟 以及糧響運輸、調度等等一系列的主張 亦是全部予以採答 並且批示按紅城囚的意思辦 至於對紅城囚處事認真的謹慎態度 精密智慧的運籌計劃 年輕的順治皇帝更感觸良多 他說 朕看紅城囚做官 是非常之心腦勤奮 一事當前 他總是中官大谷 切身處理地前師後上 而運用的謀良 亦是非常不當 他的所作所為 是其他的官員比不上的 順治十五年 已經是公元一六五百年二月 紅城囚統出的三路大軍 正式向貴州進兵 好了 我們現在又說說大西軍那邊的情況 上次李定國佈下的總兵楊武 在黃塘村 豈不是劫走了孫可望的家人和佈下 後來被清軍總兵李如春、黃平、大兵 就從他的手上將劫走的人搶回去 之後 楊武就帶著那三千兵馬 回回去向李定國覆命 李定國知道孫可望走掉 並且成功地向紅城囚投降之後 並沒有點不高興 反而還滿不在乎地說 走就走 給個小小的航兵 有什麼大件事 這也是的 孫可望的投降 並沒有理定過 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更加沒有在內心捉起特別的防線 他認為孫可望投降清朝 一沒有帶走人馬 二又沒有帶走梁草錢財 對南明朝和大西軍並沒有什麼損失 反而自己就不同了 抬斥了一個勁地 讓他李定國成為了 永烈帝面前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大人物 大權在手 兵馬在握 更加讓李定國感到高興的是 現在各地的抗清勢力 正是風起雲勇 而這一古古的抗清勢力 也是漸漸以南明永烈皇帝為旗號 都是擁護永烈皇帝 對他李定國更加是寄予厚望 有這麼多勢力支持 那反清復明的成功 看來一定可以成功 因為人心的背向歷來都是勝負的一種重要標誌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李定國在昆明是接連向各地的抗清勢力 發出很多封書信 其中兩封重要的書信 一是送給福建的鄭成功 約他明年夏天在廣東匯師 另一封是送往葵東的 約李萊亨、郭瑤奇等頭目 明年秋天在荊州匯師 李定國的想法就很完美了 只要他李定國出師 一定會勝利在網 只要能夠跟鄭成功、葵東十三家的人馬匯師 那就一定可以奪取江南 和遠在北京的滿清朝廷抗衡到底 而鄭成功和李萊亨等的將軍 收到了李定國的書信之後 馬上就覆信贊成李定國的主張 同意第二年出兵和李定國匯師 而李定國收進之後 更加開心到深花怒謊 立即將這個好消息 稟告給永曆皇帝 永曆皇帝聽 心情當然是很振奮 立刻就在宮殿之上 舉行盛大朝宴 在文武法官面前 再次加封李定國 蛤 你說是不是人一得志 就會亡符所以 第二 原本李定國在孫可望的歧視 當時排擠打擊暗算的時候 還能夠保持清醒 堅持擴清大業 堅持維護南明小朝廷 結果他可以打敗孫可望 將他趕去投降清朝 但是現在呢 孫可望離開了南明小朝廷 他李定國勢力最大 權力最大 他就得意忘形 放鬆了警闢了 為了表達自己的歡快之情 李定國對自己的親信報下 就大肆論功行賞 對所有將領都連升三級 定車是大排延直 一連三日就在軍營中喜慶祝賀 軍營中又無人不歡 無人不醉 無人不醉 無人不飲 無人不樂 就連那些在邊界上手臂的仗士 都撤下來參與慶河一罪放憂 這樣來 前線的險關喊口 本來是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的 誰知守軍一鬆懈一撤退 那些清兵還馬上搶閃 正當李定國及其報下 沉迷於歡樂酒宴的時候 邊界又連連失守 險程不斷飛步回來 接到報告 李定國都不相信 他心想 就算是一時疏忽 那些清兵都沒有這麼快去黎道格 怎會說邊界連連失守才行 於是就派出探子去偵察 當探馬再次回來稟布之後 李定國才知道 原來這一切都是孫可望的報下搞出來的 那些跟隨孫可望投降了清軍的原來大西軍的將士 是為清軍帶路將他們直帶到通過關口 這些人對魂貴一帶是很熟頭熟路的 又能夠走小路 又知道各個關階的位置以及薄弱之處 所以清軍的今次進軍是非常順利 李定國一聽馬上就放起上來 因為他想到了更加可怕的事 是什麼呢 就是孫可望的舊部 很多現在還在各地邊界駐守 萬一這些人思念孫可望 那一旦反水起上來 豈不是很嚴重 也不行 要馬上調防才行 於是 李定國就連夜發佈命令 將自己的親信的系部長 馬上調到各個防區 將原來孫可望的舊部 撤到一些不重要的生卡拉裡頭 而他自己就親點大軍 佈置魂貴各地的手臂 嚴防清軍的大舉進攻 但是 這樣來又是引起了內亂 因為今次的大規模調防 深深地刺傷了孫可望的舊部 原本這些仗事 就是因為看不慣孫可望的自私 和網途生權奪位 而反叛孫可望 投誠李定國 本來以為 李定國會寬宏大量 以抗清大業為重 不會厚恥薄比 誰知道 在關鍵時刻 是這麼不相信人 是這麼處處防範自己有 再加上之前 李定國大肆論功行上自己的親信部下 但是沒有怎樣掌上這些孫可望的舊部 幾樣東西混在一起 就激起了這些孫可望的舊部的不滿 他們說 哈 我們就沒有功勞 我們就不是人 留我們在前線打生打死 你們就在後方化天走地 一有起事來 還要下下都防住我們 那分明是 當我們是後那山的 哈到上面 講下講下 就越講越火滾 越療越興 卻之 就挑起反李定國的大棋 令立山頭 自成一統 大敵當前 居然又起內亂 不過也沒辦法 李定國還是要先搞定這件事 當他費盡了九牛義虎之力 將孫可望舊部這支反叛的兵馬 平定下去之後 他的實力又是消耗了很多 而還沒等他 透上一條氣 前方的探馬又前來飛步 說清軍的三路人馬已經殺到貴州 這次是清軍經過長時間的準備調整 集中兵力的一次大進攻 所以進軍是非常之快捷和信猛的 首先是以平西王吳三貴 和定西將軍麥勤根哈為首的西路大軍 由緬揚至朝天翼一路殺黎 那些小古南明軍是紛紛棄地以逃 三月初攻陷了寶寧 之後過南朝西衝 沿途基本上沒怎樣遇到 像樣的反抗 那些守軍一味是逃跑又或者是騙城投降 到三月中的時候來到了合州 然後輕易地攻陷了重慶 在重慶 吳三貴分出兵馬 握手著這個重要的城池 以求萬無一失落 又馬上指揮兵馬 南下直指貴州 其次就是中路的寧南靜構大將軍羅托 在五省經略洪城籌的親自督道底下 從湖南的常德出發 首先就攻取了神州 然後直下奴溪、麻陽、乾陽、徐浦等地直指遠州 據守各遠城的南明守軍 一個二個聞風喪膽 有些偷偷棄成意圖 有些為了表明自己是忠於永歷皇帝的 就緊閉城門揭力拼死固守 但是又怎抵擋得住清軍的大炮轟擊 只要是還敢橫抗的 最後都被清軍先擒後斬 面對浩蕩順馬的清軍 多數的將士在抵擋一輪之後 見根本沒得打 紛紛自願歸行 然後又接受整篇 分散被編入到清軍的漢園之中 這樣一來 清軍的人馬一路殺尼 還一路得以擴充 聲勢越加浩大 很快就攻到來歸陽 而從廣西出征的東路清軍 在卓布泰的率領下 亦都是長驅直入 一路招撫沿途的少數民族土師 對他們風觀家長 只要不反抗 肯歸順 就不奪他們的兵權 更加不動他們的財產 結果各地的土師紛紛歸順 卓布泰的東路大軍 一路就以招撫為主 基本上沒有戰士 從虎寧下獨山州 都雲等地進展相當順利 三路大軍在貴陽匯師之後 洪城就馬上開始 部署進攻雲南 消滅南明政權的軍機安排 眼看著清軍已經佔領了貴州 南明永烈皇帝 一夜難眠坐立不安 這個走老皇帝 在李定國的全力保駕之下 才剛好有些安穩 但都未曾夠一年 又遭到了清軍大規模的追蹤 前途究竟會是怎樣 他現在根本就不敢想 由於心情過度緊張和抑鬱 永烈皇帝睡又不好 吃又不安樂 結果日漸消瘦 精神更越來越差 他手下的大臣看到都心急如焚 在朝上商議之後 一致推舉 李定國為朝土大元帥 統領三軍前去抗擊 空湧而來的清軍 臨危授命的李定國 立即入部署重兵 防範清軍的進犯 他首先作出決定 對之前棄城逃跑回來的將士 一概不再追究責任 只要重新歸隊 重新鼓起抗清的勇氣 就繼續留勇 陣前敢於勇猛殺敵奮勇向前的 還有重上 一時之間那些潰敗的散兵游勇 又是重新歸隊 集結到李定國的徽下 同時李定國又下令 馮襄禮、齊三星義將 領兵握守盆江東岸 居守貴州關嶺遠東的雞弓背 拒了中路的清軍 李成爵、張先碧 握守盆江南的王草壩 以拒了東路的清軍 命令百民選、率兵四萬 出七星關 假地說去攻尊義城 拒了並且是牽制西路的吳三貴 命令劉政國、率兵守安莊 羅大信、督兵押運良草 之後繞過西水作遊役之兵 而李定國自己 就親自率領大軍 守衛北盆江鐵梭橋 以便渡江修復歸陽 另外他還派出使者 送書信給大上軍的李萊亨、 郭曉旗等葵東十三家二軍 請他們迅速配合 出兵攻打重慶 以團清軍的後路 尤其是良道 達到牽制清軍的目的 李萊亨和郭曉旗都非常響應 接信之後馬上起兵攻打重慶 一場針對清軍的大戰即將展開 的確 李定國的這一招是很洗得 是很及時的 因為清軍的戰士取得空前的勝利 進軍太過神速 不過隨之而來的 就是糧食吸養等後續問題的出現 糧草摺制不上 大軍缺糧 國路出征的大軍 沿途所佔領的周圓 多數都是空城一座 即使收到幾百石的米谷 也只能夠是杯水車身 而說明對少數民族土司 是不拿他們一分一合一米一度的 所以大軍儘管在軍事上的進展是非常順利 但是面臨的缺乏糧草的問題 也是越來越突出 好在攻陷貴州之後 打開米倉 還有全米七千多石 谷四千多石 加上大軍隨隊帶的口量 全軍還剩下一個月的糧食 為此要進攻李定國的大本營 靠這些糧食 還有一段時間還未夠 為了籌集糧食 同時又為了等待後續的吸養 雄盛囚就命令 三路大軍分散駐宅 吳三貴回到尊義駐宅 卓暴泰就駐宅在都雲 而雄盛囚和羅托就駐宅在貴陽 兵力一分散 和李定國的人馬相比起來 馬上就顯得勢力懸殊 如果這時候 李定國集中兵力 萬公貴陽 那雄盛囚和羅托就必敗無疑 不過 李定國還未曾知道清軍缺糧的困境 所以還未夠膽貿然馬上開戰 但是 雄盛囚相信 李定國很快就會知道清軍缺糧的先昔 為了解決目前的困境 雄盛囚一方面派出八百里快器 去向朝廷申請援兵和加快調運糧食 另一方面 在這裏思量用什麽方法可以拖延李定國進攻的時間 要使援兵之計才行 要想辦法拖延時間 有一個月左右 後續援兵和梁食就可以到達 到時 我就不怕李定國 哦 但是現在 現在怎麼辦呢 怎樣才可以穩住李定國呢 正當雄盛囚中日酬唱 虎師冥想之仔 親兵前來報告說 報告雄大人 門外有位巫師求見 正在虎師巫對策的雄盛囚 一聽說有個巫師前來求見 心一動 嗯 這個巫師來求見 會不會給我一些啟發 想到一個拖延李定國的方法呢 好 見一下他也好 各位 素來都信奉漁學的雄盛囚 對什麼巫師 妖術 占卜問卦呢 本來又不多熱心 不過 今次他帶兵來到南國邊 來到雲貴這些 還未開化的地方 知道當地的人是好迷信 好講無私妖術 占卜問卦這一套 於是心想 不妨也都了解一下這一方面的情況 就加上這幾天 他為師娘用援兵之計 來穩住李定國 已經想到他頭都大賣 政府於無對策之際 趁兵說當地的巫師想來見他 他就希望能夠從這位巫師身上 取得靈感 獲得啟發 想到一條援兵之計 於是就決定和這個巫師見一下面 各位 這個巫師來到雄城籌這一樹 又會不會啟發到他 找到一條援兵之計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